以前咱们学过提取公因数 有相同成数的乘法算式相加减 就可以把这个成数提取出来 剩下的放在括号里再计算 把算式里的整数换成小数 也是一样的 有公因数3.4 就可以提取出来 括号里剩5.7加4.3 正好得失 再乘3.4 答案就是34 这就是小数计算中的提取公因数 有的时候算式里头没有公因数 这咋办呢 观察一下 1.73和17.3长得很像 只要移动一下小数点 就能凑出公因数17.3 注意 只改它可不行 你得保证这个成绩不变 它小数点往右移动一位 也就是乘10 要想成绩不变 另一个成数就得除110 所以5.7的小数点 得往左移动一位 变成0.57 继续算 提取公因数 括号里面剩0.57加0.43 正好得1 再乘17.3 答案就是17.3 刚才咱们是把1.73变成了17.3 反过来也可以 17.3小数点往左移动一位 也就是除110 要保证这个成绩不变 0.43就要乘10 小数点往右移动一位 接下来就可以提取公因数计算了 这就是移动小数点凑公因数的过程 改数时 要保证成绩不变 一个成数的小数点移动几位 另一个成数就得往反方向移动几位 跟整数计算一样 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成法都有公因数 那就把有公因数的成法先一起算 这俩成法算是 都有15.1 那就把它提出来 括号里剩下0.32加0.471 至于这个成法 先不理它 抄下来就行了 先算括号 得0.791 其他再抄下来 发现没 这俩数 长得很像 把它的小数点往右移动两位 就有公因数79.1了 别忘了 要保证成绩不变 它的小数点就得往左移动两位 变成0.151 它抄下来 然后提取79.1 括号里面剩0.151加0.849 相加得1 再乘79.1 答案就是79.1 好了 以上就是小数提供因数的所有内容 算式里有公因数 就直接提取 要是没公因数 但是又长得像的俩数 那就移动小数点凑一个出来 注意 改数时 要保证成绩不变 一个成数的小数点移动几位 另一个成数就得往反方向移动几位 怎么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赶紧做题赚金币吧